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快恢复营运 因为中国大陆为此失去太多工作机会 政策法家官竟然是担心对方旗下七万五千名员工丢掉饭碗 让美国众议员气到跳脚 或许顾及国内压力 川普随后又上推特抱怨 中美贸易谈判多年来一面倒偏向中方 想搭乘双方都心服口服的交易很有困难 不过相信迟早会成功 中新通讯九号紧急宣布停止主要营运之后 川普周末就来当救火队 是真的为中新通讯着想还是想拿回主导权 目前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中美私底下持续沟通 中新通讯能不能起死回生 还要看两国如何角力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